2019年夏天,陈情令的发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作为这部戏剧的主要演员之一,王一博也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,在短短几个月内,他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流量力机,并帮助王一博成功打开国内市场。 他不仅和赵丽颖一起拍摄了有匪,还赢得了观众的欣赏和肯定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虽然王一博在娱乐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但他只是一个97年出生的孩子,年仅23岁,王一博很小,就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。 为了保持人气,王一博乐华公司安排王一博担任知名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的主持人,对于没有主持经验的王一博来说,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 幸运的是,王一博遇到了蓝色遗忘机,在他进入剧组之前,他已经把原著看得很透彻了,所以他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情绪。 此外,王一博悟性很高,虽然没经过训练,但演技还是挺好的,所以,王一博还活着玩了蓝色遗忘机,连最初不看好他的元党,都成了他的粉丝。 我不得不说,王一博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大男孩,相信很多人在王一博走红之前,并不了解他的经历,甚至很多人认为,王一博获得了乐华公司的重用,所以,他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,但并没有被冤枉,他还有很好的资源。 所以,他是一个真正的幸运儿,前段时间Unique出道五周年,王一博接受媒体采访,被问及五周年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? 王一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,我对泰国出道不久后的活动印象最深,所以,王一博在泰国,王一博的经历是他刚开始职业生涯时只有17岁,但组合很快就流行起来,亚洲花了大约7至8个月,才获得更多的流行,所以公司请Unique在泰国举办一场音乐会。 但是,大家没有想到的是,王一博在音乐会上被泼了红7,到目前为止,王一博和粉丝都不知道是谁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,但这件事给王一博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。 我们希望这个努力的男孩,以后能获得更多的爱和希望,不要再遇到类似的事情,同时也希望粉丝能一直陪着他,看着少年登顶,让王一博的未来可以期待。 MING PAGE 感谢观看